Hello,我是Alias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如何用最高的几率遇到真爱 虽然恋爱对穷人来说是玄学 对有钱人来说是经济学 但就算我们没有钱 我们还是有权利对恋爱感到渴求 在面对爱情的时候 最困扰的就是 假如这世界上真的存在你的true love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在有限的青春 赶快找到这位对象 可是这世界上的人这么多要怎么找 一个一个慢慢找 找到老都说不定还找不到 那倒不如干脆随便找一个人结婚算了 不过这么想就有问题了 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个实验 假设今天要从三个人选一位对象结婚 又假设体型越大 是越适合结婚的对象 如果你随便挑了一位结婚 那她是你真爱的几率 就只有三分之一 但如果我们换个方式 先跟第一个对象交往 但交往完一定要分手 接下来跟第二个对象交往 如果她比第一个对象还要好 就果断跟她结婚 如果第二个对象没有第一个对象好 那就直接跟第三个对象结婚 这三个对象一共有六种排列方式 透过这样子的办法 我们会有二分之一的机会 遇到最好的对象 刚刚不管怎么样都会分手的男生 我们就把它定义为所谓的练习对象 后面的两位对象 我们就把它定义成是决策对象 练习对象其实就像是 你还没有足够结婚基础前的交往对象 那个时候你还在学习 认识自己渴求的恋爱模样 而决策对象就是 等到你已经到了 要可能相亲的年龄 你需要靠以前的经验 一找到你认为比过去的对象都还要好 都还要适合的对象就结婚 但是如果我们有五个对象可以选择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分配 练习对象跟决策对象的数量 如果我们只选择一位对象练习 之后遇到比上位还要好的对象 就结婚的情况下呢 你会有这些事错过真爱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找了太多人练习 找了四个人当练习对象 也就是有四个人都会被你分手的情况下呢 你有极高的可能会在练习的时候 就把真爱给摔了 所以结婚前我们不可以缺乏练习 但是也不要练习过头了 现在假设有N个人 为了找到真爱 你必须找K个人当练习对象 我们透过一些国中的简单数学就可以知道 当K大概是总人数的37%的时候 有最高的几率找到最适合的对象 而且这个几率刚好就是37% 这很惊人的 假设本来要从100个人中找到最好的对象交往 乱选只有1%的机会遇到真爱 但是我们用刚刚的方式 会有37倍以上的几率可以获得幸福 我们换个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 假设我们从15岁开始谈恋爱 最晚35岁要结婚 我们只要在22.4岁的时候开始做决策 只要找到比过往所有对象都还要好的人 就马上结婚 这样就是你遇到真爱的最佳策略 可是刚刚讨论的情况是 你不管遇到谁 谁都会想要跟你交往 这个不切实际啊 假设有100个人 被拒绝的几率是一半一半的话 你练习对象就要有25位 从15岁开始 恋爱最晚最晚35岁一定要结婚的前提下 我们在20岁的时候就要开始进行决策 假设你真的知道自己告白的几率是P 那这个就是你必须开始要进行决策的年纪 记得谦虚一点 P不要带入100% 能找到自己的真爱 我是Alias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